2015年11月13号,百格时事为你整理各报评论。 首先是中国报的评论,标题是大道公司难卸责。 中国报评论专栏中年旧加勒大道迷石流事件写道, 刚宣布调高过路费的大道公司,首先难辞其咎。 作者指出,国内任何大道都有土地侵蚀风险, 因此大道公司应该密切监督土地状况, 而不是只顾收费却忽略大道安全的重要性。 另外大道公司、州政府、州森林局等, 也不应该在每次遇到灾难时都上野矛头护指, 急着推卸责任的戏码,而是应该采取阴静的措施和行动, 不要年年发生年年过,让老百姓不知哪一天会遭遇恒祸。 接着是新宗日报的评论,标题是政府部门的语文问题。 近日政府部门的宣传横幅在闹出笑话, 对此新宗日报评论专栏作者朱家珍认为, 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部门缺乏华裔公务员, 而且必须是安华文的公务员以及三女人台。 此外作者也认为,在政府部门服务缺乏华人问津之下, 大家不应该只是一直嘲笑那些怪怪的华文翻译, 而是想想该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。 但目前看起来,怀疑愿意当公务员的毕竟还是少数, 只会批评看笑话的人更多。